接下來這個新聞消費者也是看得不撒撒 電動機車大戰現在打到第二回合了 從之前搶著要賣車 現在是搶著要去設置這種換電站 原先這個中油就痛失了52處充電站的Gogoro 現在中油說年底之前打算讓Gogoro跟光陽都可以充電 推出了共戰系統 怎麼會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180度大翻轉呢 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 中油供電系統成電動車大廠相互角逐的重要關鍵 而Gogoro痛失的52個充電站 將於9月底全面拆除 而這52個充電站竟然有高達38個全油光陽拿下 沒想到分手的訊息不到一個月中油態度急轉彎 還喊話也許可以沿你設置多元系統 讓Gogoro和光陽共戰換電 現在有新的產品推入加入這個戰場競爭之後 當然Gogoro也會有所謂的危機意識 畢竟它的這個產品車種的數量 推陳更新的速度是比較慢 也就是說電動車市場進入第二回合的戰役 從賣車搶市站從馬路上打到換電站 光陽它本身當然也有它很強大的一個經銷體系 事實上也可以作為一個換電站或者是供電站的使用 但是畢竟光陽的這種體系 這個經銷商體系 它並不是原先為這個充電站所設計的 光陽以全台機車行通路優勢 宣示2019年將建置高達2000個充換電站 相較之下Gogoro今年目標1500個 而被光陽搶走的中油38處充電站 北北基包辦11個 桃園14個 竹苗地區有13個 對市場仍有衝擊 影響使用者習慣 都是先算好我上班的地方 然後算好走哪裡可以順便換 因為通常Gogoro大概一兩天 兩天吧 就要換一次店 因為它地點還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 也許贏得換電站標案只是第一步 但怎麼把電動車市場做大 恐怕挑戰還在後頭 東森財經新聞 洪佩宇和坤園 台北採訪報導